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来到了我们这个每周日的时代漫谈节目 今天是2024年的3月10号 我是澳洲雪梨的张小刚 今天的节目呢由我来主持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今天参加主讲的嘉宾 这个首先是呢台湾政治大学的李友谭教授 李老师 嗨 大家好 然后呢是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位 这个资深的谜这个媒体人 现在这个澳洲雪梨的这个苏时莹 这个老师苏大姐 大家好 首先呢我们先谈谈最近的一些时事 那么第一呢是这个今天是3月10号 也是这个西藏起义日65周年 世界各地众多的城市呢都有藏人举行的这个集会 游行和纪念活动 那么澳洲的雪梨也不例外 那么今天我就看见这个冯老师 我们原来一位嘉宾 今天因为可能有事情没有上来 那么她呢其实也在出席了这个 在澳洲这个中共驻雪梨大使领事馆前面的这抗议活动 在这边发言 那么65年前呢中共军队使用武力 和平 和平解放西藏 那么就进入了拉萨 那么在3月10日呢 以这个观看文工团演出的名义邀请呢 这个达赖喇嘛 以及这个西藏政府的高层呢 前往中国军队的驻地 结果引起大批的从这个青海啊 西藏啊 等藏区逃来的这个藏人难民 这个围堵啊 这个下攻啊 这个罗布林卡 阻止达赖喇嘛 前往这个中共军队的驻地 因为呢这些难民 以他们自己亲身 在他们自己老家乡的亲身经历 就知道当地很多的这个藏人的高层 被中共军队请去 和开会呀 或者那些名义 结果就去了以后就回不来了 就被关押甚至被处死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个可能又是中共这样的一个阴谋 所以就阻止 结果中共军队呢 最后以向这个罗布林卡发炮来回应 那么结果引起了这个骚乱 最后呢导致呢 这个达赖喇嘛 即8万多名的这个藏民呢 逃离拉萨 流亡到印度 那么另外的这个新闻呢 这几天大家可能也就比较熟悉的 就是中共 还有这个 这个中共的这个 所谓两会 这个很多事情 大家也可能已经 这个议论纷纷了 包括取消已经实施30多年的 总理这个记者会 人大主席团名单里面 没有李强的名字 这个点很奇怪 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 怎么回事 以前以往没有发生过的 总理不在这个主席团名单里面 另外呢 这个秦刚 李尚福 以及20多名军方成员呢 被从这个代表中除名等等 很多消息 大家已经议论纷纷 那么在这个国际新闻方面呢 上个周二 中共的军舰呢 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发生了这个冲突 冲撞 那么这是因为呢 中共军队呢 要阻止菲律宾船只呢 向驻扎在 第二托马斯礁上的 这个飞军的这个单位 提供补给 那么这个 结果就引起 这个导致了这个 菲律宾有数名船员受伤 这个第二托马斯礁呢 是1940年以前的 正式名称 那么现在一直被这个西方沿用 看中国大陆叫做仁爱礁 菲律宾称为呢 这个阿云金岸礁 这个越南称为这个草藤礁 那么这次事件发生后呢 在多个国家都表示了 这个关注或者担忧 昨天的越南的外交部 就呼吁呢 各方遵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这个 确保 自由和安全的通行 不使用武力 或者武力相威胁 而澳洲总理呢 阿尔巴尼斯 也在这个星期三呢 在与欧盟领导人会谈之后 发表讲话 警告呢 不要在南中国海 这个采取呢 威胁和平的行为 那么此外呢 这个据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称呢 菲律宾呢 已经与至少18个国家 签署或者开始讨论 新的防务协议 那么其中呢 包括欧盟 印度 这个英国 这个已经签署了 那么日本 加拿大和法国 也在考虑与菲律宾签署 这个部队访问协议 允许呢 这些国家 向菲律宾的基地 派出驻军 那么菲律宾呢 这个官员称呢 这些协议使得菲律宾 成为在亚洲呢 这个 具有最强大的安全网络的国家之一 那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台湾啊 那么昨天呢 现任的总统 这个蔡英文和后任总统呢 这个赖清德 双双出席 海巡署 这个第三艘 这个嘉义级巡防舰 云林号的这个交付 以及呢 第四艘 台北号的命名的 命名下水的联合典礼 那么嘉义级巡防舰呢 是四千吨的这个海巡船 是台湾政府为了推行 这个国舰国造 而于2018年开始实施的 这个筹建海防舰艇 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预计到2027年呢 共打造141艘 这个总吨位超过 两万三千吨的新式的 这个海防舰艇 那么在昨天的典礼上呢 蔡英文总统也表示 台湾呢 透过这个国舰国造 向全职界传达 这个 这个坚守民主和自由的决心 那么这次典礼之所以 特别引起关注呢 是因为在三个星期前 刚刚发生过 这个一个 中国大陆的三无快艇 在闯入这个 基门的禁限制水域 那么为了躲避 台湾海巡船的机船 而在陶遇中 翻幅的这个事件 导致呢四名船员中 有两名溺水死亡的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呢 经过中共这个 这个大力的这个煽动 造成这个 一个扩大这个舆论 这个正常一个舆论事件 但闹得沸沸扬扬 那么这个在我们上一周的 这个十三环兰节目呢 曾经形成讨论过 那么因为呢 面对中共的 一再使用军机呀 军机战船呢 这样子 要跨越这个中线 和越界 骚扰 对台湾进行骚扰 形成的这个安全威胁 那么上个星期四呢 台湾的国防部长 那个邱国正 在立法院回答质询的时候 表示呢 说台湾军方已经 将中共对台 第一季的定义呢 从开枪开炮 这个重新修订为呢 是这个防航空气 越越过这个界线 就可以视为第一机 还与反击 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第一机 的这个界定的在台湾呢 照也呢 引起了这个 右翼轮的这个 争论 那么不知道各位嘉宾呢 就是我们在座的 这个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目前呢 还有一个 未经来自中国大陆 未经证实的一个消息说呢 中共呢 正在东南沿海 征用民船 那准备呢 在三两三周内呢 对鸡门采取这个万船 包围的这种行动 予于这个 骚扰胁迫 迫使这个要改变现状 那么虽然这个说法呢 是中共 这个这个做法 其实在中共历史上 是多次做过的 一再做过的 这一次呢 这个行动是否会 真的是实施 他们还不清楚 那也请呢 各位呢 这个语于 分析破析 那我们先请这个李老师 您谈一谈 李老师 另外没声音 好 谢谢 谢谢我们主持人小刚 整理了这么丰富的 时事新闻 其实今天 我们 只要关心民主运动的 大概都会关心 西藏抗暴 的周年纪念 那我今天 那我今天清晨 也参加了 藏人行政中央 派驻在纽约的代表 主持的一个会议 连续五个小时 那我也参加了 我们的表达一些意见 那台湾呢 每年固定 3月10号都有游行 那因为我今天 家里有事 我没有参加 我在台中 那所以呢 西藏抗暴 连续 举行 他们诉求呢 非常的明确 也很坚定 那他们 依据 尊者达达妈的 这种 呼吁 走中间路线 但是中共一直 污蔑 尊者是主张 藏毒 他只有把他 污蔑为藏毒 才能够继续 给予藏额打压 那么中共 自己的不自由 是9分 藏人呢 在中共打压之下 比中共还不 比整个中国 还不自由 他只有一分 而中国的9分里面呢 有一项是被评委 对少数民主的 特殊的迫害 少数民主的权力 不尊重 被扣 负2分 所以他本来是 政治权力 负2分 然后公民自由 11分 只有9分 所以呢 这一部分 特别图出来 中共专制 集权 独裁之下 对少数民主的 这种 打压 迫害 使得 西藏 拥有的自由程度 是跟 叙利亚一样的等级 也就是全球 最不自由国家 西藏属于 这样一个等级 那虽然呢 蒙古 威伍威所统治的 威伍威的地区 也就是新疆 威伍威的 主要威伍威的地区 他们没有单独评比 但是我相信 他们的自由状况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 第二个 中共的不透明 不仅展现在 他们的所谓的 两会 根本是排排站 什么事情都决定了 再来开形式会议 而更加重要的是 他现在连总理呢 都已经变成幕僚长了 他已经不再是 拥有相当权力 相当独立运作的一个机制 所以 李克强不见了 拿掉现在李强 李强根本是被安割的 一个幕僚 他没有任何权利 连记者招待会 不管是什么原因 也没办法召开 人民也不知道 他们未来要做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这样一个做法 不仅是不透明 而且是权力集中 从极权专制的集体领导 转向 已经明确的转向 极权专制 结合个人独裁 就是习近平个人独裁的模式 这个模式呢 甚至于 他的模式呢 可能不下于毛泽东的极权模式 毛泽东至少 他可能不愿意什么都管 但是习近平呢 他可能是全部都要独染一身 他又没有战功 没有事工 没有这种战功 也没有政绩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很担心底下 我前面讲的这两个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为什么菲律宾会冲突 然后呢 这个台湾 我们有虽然有国建国造 但是呢 中共他现在加强对台湾的压力 那台湾决定用 决定修改第一级 就是因为中共的打压 对台湾的倾倒 已经到了门户了 我们台湾已经是忍无可忍 不得以做这种防备 然后做这种下令 就是我们不能等到中共 用这种 我们讲说能土深掘的 软土深掘 能扑清国的方式 不断的 侵扰台湾 随时要进犯台湾 所以台湾不得以做这样一个改变 就是我们如果他越界太过分 然后呢 已经危害在台湾的安全 那我们已经修改第一级的可能性 就是我们会决定 有可能会第一级 不是像以前讲的 只要中共不第一级 我们就不会第一级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产生一种落机效应 也就是要比较看谁是落机 谁是害怕的小机 那我觉得这个情况之下 情势非常的紧急 非常的严峻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希望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 能够体会到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已经到达 连两会的一个小动作 一个小行为 全世界都在关注 你总理有没有主持 记者招待会 全世界媒体都在报道 都在关注 大家目光都放在中国共产党政权 这么样的专制 集权独裁 不透明的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 能够这个适可而止 不要再对台湾群扰 那台湾呢 我觉得 虽然已经决定改变第一级了 但是我相信统治者也好 台湾的第一级的将领也好 我相信他们一定非常有智慧的 非不得已 不会想要用武力来跟中共对抗 那么希望用政治智慧 来化解现有的这种冲突 那么我们相信 只有和平才能够带来繁荣 只有和平才有真正的安全 那么安全呢 需要靠 需要靠 带有智慧 来 包括国际沟通 来面对 我们希望全体中国中国人共同再一次的体认 中共政权真的不等于中国人民 那么中国人民应该好好思考 中国共产党政权这样一个 在习近平领导之下 这样一个模式是否对中国是最好的 普京为了要回到帝国时期的俄罗斯 发动战斗的结果现在身陷泥岛 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应该要去好好思考 如果中国又不能以普京身陷泥岛的这个前车之鉴 还要触犯这种自由民主的共同的价值观 我想这个应该是阴见不远 所以呢 我们现在知道全世界还有这个状况 但是我们希望查武的风暴能够把这个终究还是风暴 不要让它爆出来 因为只有和平才能享有自由民主人权 尤其是繁荣 所以呢 我们期待中国人好不容易有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 不要回一旦 我们当然站在台湾立场 我们也会守住这样一个底线 我们不容许我们的这种自由人权受到威胁 那么这样如何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相信我们从小英总统到赖清德 即将接任的总统 应该会非常有智慧来面对这些问题 这些挑战 那么我们台湾的这种政党政治 政党竞争 我希望公开的政党的公华 然后政党之间也随时应该要有沟通 毕竟国内的政党只是竞争 只有敌对的政党才是斗争 才是战争 所以竞争不等于斗争 斗争更不是战争 所以我们应该 国内的政党政治应该要走向正常化 应该能够像美国一样 美国不管政党那么严重 他们对中共的态度两党一致 所以这一点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就是面对外来政权的攻击 外来政权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之下 国内的民主政治的政党政策 如何团结在一起 很多先进民主国家已经展现给我们看了 包括第二世界大战 第一世界大战的自由民主 为什么能够战胜 这种政党政治的运作 已经有潜力了 我们希望台湾新兴的民主国家 不只是我们的自由人权很好 也能够学习到自由民主国家 如何面对外来的压力的时候 怎么样去团结民心 怎么样去有智慧的对待 这是我们互相共鸣 也是期许我们的政党政治 能够更加成熟的地方 谢谢 谢谢李老师 刚才李老师讲到独裁国家 像是中共的这样子就是非常的不透明 这个确实他是非常不透明 而且习近平这个情况 也确实刚才李老师讲的 他实际从权力架构来讲 他实际已经超越毛泽东的那种权力集中了 但是他是没有毛泽东那种威望 战功 也没有其他的功劳 但是他就是从把所有东西抓在他的手里边 那么现在但是问题就是 他这种极权制度下的 他绝对不透明 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你完全没有可预测的 包括战争在内 包括这个什么 你可以看到这历史上 几乎所有的这个独裁国家的发动战争 这个几乎就是说 一再发生吧 都是一种突然袭击式的 包括那个希特勒去攻打波兰 虽然他造了好多舆论 但他最后是一个闪电式的袭击 这个然后这个苏联去打这个 去攻打什么这个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这个中共打越南 打印度 都是从才 完全是这个突然袭击的这种方式 那么包括这次普京打乌克兰 他前面一直否认 包括美国已经说通过情报 他警告了 但他还否认 但最后也是来突然袭击的 所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好多人都说乌克兰一个战争不可能发生 中共还一直说打脸 但是没几天 它确实是发生了 所以这个就确实是 这个专制政权的一个不可预测性 必须要有警惕 其实在这个节目里边 我以前 很多节目以前 我其实都提到过 关于这个中共扰台 我说中共扰台的其中的一个作用 当然它一方面扰乱 对这个台湾实行压力 对这个民心进行一种滋扰 同时它也是在侦查 探测火力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对他 对这种扰台 这个常态化了 习以为常了 那么很可能就将来是 突然袭击的时候一种手段 你已经习惯了嘛 突然间来了 然后他就突然间对你进行袭击 你就完全没有准备 特别是当时呢 我见到这个台湾那些报道 就说台湾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不要打第一枪 其实我当时就在这个 我们这个节目中讲 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不打第一枪 他如果真正已经到你头顶上来 他先打一些 他肯定是先打你一些 什么防空设施啊 这种雷达呀 这个导弹啊 说你这个时候 你再去反攻 你已经受到损失了 你可能已经这个什么了 所以一定要把握好 这个什么叫第一枪 那么这一次 台湾重新定义这个第一击 就是说中共对你的袭击 不一定是中共先对你开枪了 而且它已经到你头顶上了 你就必须要反击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 合情合理的一个做法 我不知道这个苏大姐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是这样 像最近就从这个上一次我们有讨论过 就是这个金门的那个船游艇 那在那边发生事情以后 那这个中共那边的三无船 出来出了事情之后呢 因为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全了 那马上你看前两天 这个中共在开这个大会 那你就看他这个大会里面 习近平就特别 那什么事情都是很弱的 比如说他那个李强的这个角色 国际会议 国际会议这个计程会取消 真的很多都是很弱的展现 他对这个军事力战斗力 尤其是海军的战斗力 他非常强硬 然后在外交这个战狼外交 你说王毅等人 战狼外交又起来 甚至于他这个习近平就强调 他说要新的名词 什么叫新词的军事战斗力 而且他强调要放在这个海军 这个海军防卫上面 还不是防卫 他意思是说主权的这方面的 这个维护上面 那意思是什么 又开始在讲的那一套 要在海上 要打算武统台湾的这个论调 又开始了 所以你难怪那么多人 就这个会认为说台海 又有新的这个紧张情势出现 因为最近甚至于 台湾确实是一种 温水煮青蛙的状况 你就慢慢会松懈嘛 因为他今天扰台扰台 那个已经大家习以为常 就不注意了 他很可能就是在不注意的时候 他就突然一个动作就来了 你就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最近他的这个无人机的那个气球 那气球的侦查的气球 最近又飞过来很多 也被侦查到 台湾这边也是侦查到 然后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在想说台湾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你就说开第一枪这件事 其实是在去年 那个金门的那件事情 不是有那个无人机来 然后金门居然用那个石头去打那个无人机 那件事情以后 台湾这个群情大花 然后就质问这个国防部 国防部那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宣布 他说现在的第一枪 已经不是你开枪或是炮弹 这个才叫第一枪 现在第一枪 你包括无人机 你侵略过来了 越过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 阶线了以后 那就可以把它齐落了 所以上一次也就是用这一个 这个规则 这个原则去把无人机打掉了 果然中共也就不敢过来了 那你那个没有打的话 他不是就一天到晚就跑来 那个那我们不敢开机枪的时候 台湾不敢开机枪 就只好用石头去打 这件事情是去年发生过 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国防部 因为他在立法院又被质询 又被质问 同时现在确实台海之间 大家已经看到习近平的企图 他可能不会在 因为他最近也确实很多 他这个 这个中共 中国的经济 搞得他刀头乱 还有他的军队也跑不起来 但是他就是用这样子 骚扰的方式 他不断 他骚扰的力度完全没有减弱 他就是用骚扰 你就看 上一次的这个 你说金门的 三无传舰 三无传什么叫三无传 事实上他在这个中共来讲 在中国来讲 也是非法的嘛 那你就假如说台湾来讲 台湾当然他是非法的嘛 你是好来越过那个东西 其实在中国也应该要取缔的 那他却 中共却拿这件事情 他就这个声音就很小 就要取缔他什么什么 这件事情 点话 然后拼命还在那边强调 这个武统主权 还是这样 所以难怪说 有一些消息讲说 他最近在征用这个名传 很可能就是像这种 上上个礼拜 就是说几个礼拜前的那个 三无传 金门的三无传 那他真用一些名传 或是他已经 他私底下给你搞什么 他完全没有牌照 没有名字 没有的那个传 就来对台湾做这种 骚扰的动作 这个台湾需不需要警戒 需要 那台湾到底 有没有这种情报系统 跟情报能力 我相信是有的 再加上你说 美国有没有情报能力走的 你就看最近 这个国际上 你看他这个骚扰动作 一直不停 那台湾确实也是感觉到说 有这个骚扰动作 一直在也很烦 你就想说虽然 然后在这个时候 重新再讲 所谓的第一枪 你我们已经不是 这讲给谁听 我觉得也是讲给中共听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 又来偷袭 你偷袭的话 我们不客气 我们是会打的 就像去年打那个无人机一样 一样要打 所以在这个时候展现 再加上 你就说国际上 最近有已经三十几个国家的国会议员 已经签署 警告就是说 这个中共不要侵扰台湾的主权 已经这样子在支持 在外交上支持台湾的动作 为什么 就是唤醒 他唤醒国际间 而且也唤醒台湾的有一些快要温水煮情 快要麻痹的人 去了解到我们在国际上大家都有看到中共的野心 而且中共的动作 你看骚扰你不要把它当成没事一样 所以现在虽然你想说正式的战争 没有错 我也承认正式的战争 恐怕并不容易打起来 但是这种小型的骚扰 同时他就是用这种模糊战略 用这种骚扰的非正式的 然后在那边试探你 他就是在冲撞你 到底会不会开第一枪 用这种骚扰的动作 台湾现在因应的策略 台湾我觉得最近是比较聪明一点 以前国防部连这种事情 他也不放消息 也不谈论 也不什么 现在也敢放消息 发新闻口 发那个 为什么你说给中共听也好 中共一天到晚都用了一些恶吓 台湾难道不会吗 台湾现在好 也用这种 我们第一枪的这个界定 我们已经 其实已经去年就骇了 现在再重申一遍 为什么 你就必须要重申 你要让中共知道说 我们其实知道你的动作 你不要还没掉以轻心 觉得说 我们也是准备好的 然后国际上 也是国际上 也不是没有准备的 你说台湾要 发布这些讯息 或是要怎么样 美国知不知道 一定知道吧 美国的这个情报 跟台湾的是 挺密有在联系的 所以美国不会不知道 中共那边有 所有的这个 骚扰的这个动作 他也是允许 台湾 再发布这些讯息 你就是用不断的讯息 来提醒大家嘛 说台海 也只是不安静 要不要战争 有没有态势 有没有升高 是有啊 就是 只是都是这些小的骚扰 会不会一下 就有战争 我想是不会 也不至于 马上有所谓的战争危机 但是 都可以掉以轻心 不可以 我觉得台湾最近的这个 狼狼犯的这个动作 并不是没有 而且也是 我觉得是蛮可取的 尤其那个 蔡清德 他也 前几天 也就 出来讲了 他说像新门这个 然后他如果中共 越过中线 或是越过那个 他一把就打下来啊 该袭击就是要袭击出来 他也脑袋了 就陆续用这种外交 或是这种文宣 或是这个口语的方式 来展现台湾的实力 一定要用战争的模式 所以也不要认为说 啊 台湾在挑衅中国 没这回事 台湾只不过 来学这个中共 中共最会这一套啊 他用这种动作来骚扰你 来恐吓你来强调什么主权的什么 那台湾不会血啊 我觉得最近是有比较进步了 这是我的看法 好 谢谢苏大姐 其实刚才在讲到这个 习近平的一些动作 其实是很典型的 就中共的所谓两手做法 一方面谈和平 一方面呢 这个谈这个战备啊 因为他一起 他讲这个军备战备 要打仗 要这个 这个战之能胜啊 等着一讲了很久了 但他现在开始讲和平 那么特别是他这个 这次两会期间 他对这个 这个就是中共的一个 所谓民主党派 花瓶党 还叫做这个 国民党 这个革命委员会啊 说你们要做好这种 和平统一的这个 这个工作啊 那他的和平统一是什么呢 他的和平统一 就是说叫你放下武器 啊 你们这台湾不要做这个 做抵抗 那就和平了 他就和平打进来 我刚前面不是讲到 这个65年前 所谓和平 和平解放西藏 和平解放西藏 就是因为西藏 他确实他的 这个军事力量不行 第一仗他打垮了 打垮了他没办法 然后最后说和平 就让你就进军了 但进军以后 他进到西藏以后 你想干嘛都不行了 他要他完全就控制你了 那么最近我看到这个台湾 有一个叫做郭 郑亮的一个人啊 这个人之前 我经常老看到他 就是就是看别的 一下子看到他 就发现这个人 就讲话完全就是 等于是中共的喉舌一样 在任何问题上 那包括讲 文物战争啊什么 他都跟中国的 就保持一致 那么在这个 这次的问题上呢 就是包括海巡 海巡舰啊 这个云林号 他就说啊 这个四千吨的这个 海航海航船 你现在搞来干什么呀 啊 这个这个很容易 插枪走火的啊 你这个什么打第一 第一击啊 那你这个就说 意思插枪走火 那什么叫插枪走火 如果你是在别人的 这个门口 你去武枪弄箭 那是插枪走火 那不就引起冲突 你是人家打到你自己家门口了 已经想要拿枪拿刀 冲到你门口了 你说我放下武器 我不管我什么都不用 那人家不就冲进来了吗 你说在我们在在比如在澳洲吧 如果你是把那个什么钱包放在一个车里吧 车停走了警察看见 这警察你不行 你最好把情报收起来 你这样不是引诱这个 这人去砸你车吗 什么这个意思就是 人家知道你是毫无防备的 那他就自然他就会动过来 其实台湾要能够守护和平 最主要的第一 有一个保卫自己的决心 保卫和平的决心 第二是跟全世界的民主社会 能够这个大家团圈在一起 大家都觉得你是需要支持的 需要保卫的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进攻的一方才觉得 哎呀这个有难度 他才会这个遏制他这种野心 包括你说这个二次大战也好 如果是很早就是对 包括希特勒 他是很早就觉得他 这个大家西方有抵抗的能力 他可能就 三思能不能打赢 所以这个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觉得这个要和平 一定是要有 你自己有防卫的能力 才能保卫和平 而不是说你表示我什么都不干 我不去防御了 那样只会引发战争 现在我想请李老师 你来做些补充 你看看还有些什么意见要谈的 主持人讲得好 今天主持人讲得特别顺 讲得特别好 那个 中共 那个两会代表里面有台湾省代表 没有一个台湾的 然后有台湾省的代表 被我们民运老将扶平指出来 我觉得中共操作还不够 还不够顺畅 如果他操作了顺畅的话 应该会找郭正亮当台湾省代表 不只郭正亮 赖月谦 那几个都当台湾省代表 那郭正亮在台湾 我知道我有朋友把它取名 外号叫做郭外案 因为他是A5大学博士 曾经是民进党的民意代表 但是20年前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讲 他第一次出来竞选台北市议员的时候 已经歪了 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台湾的 台北市议员的选举 各县市议员的选举 一个选区选举很多人 所以他们各党会采取配票模式 比如说用身份证号码 或者是哪些离 哪些区是属于哪一个人的责任区 结果配给他以后他就越区 然后我的好朋友 他是老议员 就跟我讲说 他那个人当时就已经展现出来 他的那个人格上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政治的人 所以现在他会走歪 早就知道了 那么我现在强调 主权才能维护人权 所以从蔡英文总统上台以后 他强调了 我们是捍卫 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 跟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我们主权不可让 那两岸冲突就无法避免 除非你主权不要 就中共他根本就是 他公外厂的讲话 就是否定台湾主权 他否定台湾现在 不是他统治的范围 是一个很荒谬的一种外交设计 这个东西 你的国际已经觉醒了 我们已经 已经决议已经通过了 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同 统治范围 这个已经非常明确表达了 这个情况就无法避免冲突了 所以在中国 没有民主化权 在中国民主化还没办法进展到 自由民主以前 台海两岸只能控制冲突 无法避免 征止无法避免这个冲突 所以我们只能控制冲突 不要变成战争 这个大家要搞清楚了 我觉得台湾有些人 两岸只要怎么样就可以和平 我觉得那些都是鸵鸟 那不可能的事情 两岸不可能没有冲突 因为中共他 他不允许台湾有主权 他想吃定台湾 要吃掉台湾 两岸怎么可能和平 这非常清楚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补充了 特别补充了在这里 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非常智慧的 要避免战争 而且主席讲得非常好 我们内部要坚定 内部要团结 意见可以分歧 但是对外的这种意志 要非常清楚 建立在我们的主权不能侵犯 我们不能说两岸交流过程中 人主权都失去 今天不止这个 今天现在台湾在炒什么 炒外配的规定里面 就是我们如果台湾人取得外国人 他跟取得中国人 条件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要求说 6年才能取得国籍 不能要求要这样 缩产成4年 国民党提出来了 但他又没有去争取一点什么 外国人取得台湾的身份 他的家人不可能马上来台湾 取得健保 中国人取得台湾的身份 中国人的父母亲 就可以在台湾想要享受台湾的健保 如果他又可以跪后来台湾 那几十年以后 或者每四年 每八年台湾可能增加非常多选票 那我们觉得不可测的选票 那还得了啊 所以这里面 你要不要比照外国人一样的标准 你不要有特殊待遇 不要说什么两岸关系条例 又要把他当作同胞 他中共政权把你当敌人 中共政权也在运用他的中国人 要听他的来统战 中国人 共产党要求所有中国人到海外去 还要接受他的统战的命令 那你这个情况之下 不是我们不把他当作同胞 而是中共把他当作他的运用工具 所以我们不是要防患台湾人 作为已经跟台湾人结婚的 取得我们身份证的中国人 而是我们要防患中共 无所不用奇迹 还要对他们下手 包括到海外去 包括到台湾来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我希望台湾的这个各政党的人物 要看清楚 最重要就是要看清楚 只要台湾不放弃主权 中共就不可能对台湾不打压 只要台湾不放弃主权 中共一定会继续给台湾这种 这个我叫极限施压 我不是打压 我强调说极限施压 那这种极限施压 你如果去防卫 真的要非常有智慧 这是我特别在这边呼吁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这个李老师 刚刚李老师谈到一个这个 这个配偶 这个台湾大陆配偶 其实我想起一个 几十年前的一个事情 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 就是当年的西德 西德的总理伯兰特 他的一个助手 后来被北约的发现 是一个东德的特务 这个基尔姆 那么他是怎么过去的呢 他就是因为当年的 这个东西德分支以后呢 这个大量的东德难民逃到西德去 那么他就混在这个难民中间 就逃过去 但实际上他是东德的一个特务 一个是中卫还是上卫 然后混到最后混到这个总理的 这个秘书的时候 然后呢盗取了大量的这个 这个北约的这个机密给给苏联 那么后来可能是 北约的情报部门从苏联那边 得到一些情报 最后是确定是他这样的 其实这个中共也是做很多这种事 他反正利用大量的难民也好 大量的移民潮也好啊 现在很多人去认 去美国这里面肯定也会有很多他们的人 那么现在台湾这个大陆新疆 这里面中共也是肯定要利用的 所以这个台湾确实是需要 在这方面要有所这个警惕 和有所措施 那好 现在我们请那个苏大姐做一些补充 刚刚提到这个西藏啊 我就想到啊 这个西藏其实你说现在 他从来没有讲说他要独立 所以事实上中共还是一样啊 他还是称他是藏族啊 他还是认为他是要独立啊 所以这个还有一些台湾人一直在强调 为什么就是因为民进党政权 就是台湾是交给民进党执政 所以两岸成为两岸的障碍 两岸就没办法和谈 历史告诉我们啊 你就讲说西藏 那时候就是一样去相信 认为可以跟这个中共和谈 一谈了就被吃掉了 所以这例子好几次了 所以台湾的人不要去那个心存妄想 你跟这个流氓去谈判 不是说不谈判 蔡英文也在讲说 我随时可以接受 可以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啊 但是你不要那么一厢情愿 你认为谈判中共就会收手 他就会不对 他会寄望台湾 寄遇台湾啊 不可能的 因为他只可能利用 跟你谈判的机会 把你吃掉了 所以这个西藏 今天西藏的问题再提出来 这个中共又再次强调 哎这么唱读 这个不容许唱读什么的 他妈妈早就明白 宣誓他没有要独立 所以这个也让台湾人呢 更加要更加警觉一点 这是我的补充 谢谢 好 谢谢苏大杰 这个 谢谢这个李老师 这两位嘉宾的今天的精彩的分析 那么这个各位观众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那个下个星期同一个时间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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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